大家好我是姜姜 今天的创意头条呢 要跟大家聊的是 教育消费者这个观念 那向来听到教育消费者这四个字 我心里面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毕竟教育这两个字就有点上对下 可是身为一个消费者 并不一定那么想被教育 所以今天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除了教育消费者 我有没有可能想一个创意 是杀进消费者的生活里面 或是偷偷的埋进他的生活里面 让他不知不觉 得到我们想要告诉他的那些资讯 我们从洗手来举例好了 我们都知道洗手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很难养成习惯 通常呢 大家看到的广告宣传 鼓励洗手无非是用唱歌的方法 或者是搭配舞蹈动作 或者是给你使用口诀 可是这样子的一些广告方法真的有效吗 今天我们会透过四个案例 来告诉大家 创意怎么透过观察人们的生活习惯 介入人们的生活 第一个创意呢 它是把肥皂变成了玩具 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 都是透过观察人们的生活 想办法把洗手 偷偷的埋到人们的生活习惯里面 第四个idea则是 透过一个有趣的方法 提醒人们肥皂应该抹得更久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些创意是怎么做到的 用肥皂洗手不好玩 用肥皂洗手洗完之后 还可以拿到里面的玩具 是不是好玩多了 Hope Soap就是这样的一个idea 他们设计了一个耳 让小朋友们上钩 这个耳就是玩具 他们把玩具放到一个一个 透明的肥皂里面 小朋友一下课看到 哇 肥皂里面居然有玩具 当然就疯狂的洗手啊 所以疯狂的洗手 小朋友得到玩具 然后整个社会得到了健康 致病率甚至都降低了 那这是不是一个 非常养群其美 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 不管老师说好说歹 小朋友就是不愿意涂肥皂 可是上课的时候 他们明明很爱在手上 在手上涂一些蜡笔啊 彩色笔 SoulPen就是这样的一个idea 他们观察到这样的生活细节 小朋友喜欢在手上涂蜡笔 那不然就发明一种蜡笔 蜡笔里面的成分呢 就加了肥皂 所以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 一边在涂画画 一边涂到自己的手上 涂着涂着 下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 手上的蜡笔冲掉嘛 冲的时候呢 肥皂泡泡就会跑出来 帮忙把手洗得更干净 吃饭用的餐具要保持干净 这个概念大家都有 可是如果你的餐具刚好是你的手收呢 那我们都知道印度文化 他们最主要吃饭的餐具 就是他们的手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偏乡的小朋友 他们上课是使用小黑板 跟粉笔在上面写字 或说画画 下课的时候呢 赶快去冲手 就要准备吃饭了 可是他们会冲得很干净吗 健康守护粉笔 这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 他们一样是把肥皂这个成分 加到粉笔里面去 所以小朋友在上课 写字在画画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使用粉笔 同时也抹了肥皂 所以下课的时候 他们去冲水 一冲泡泡就跑出来了 所以不得不洗 越洗越久啊 然后就越洗越干净 经过了几个月的洗脑 你是不是已经记住了 内外夹工大力外 到了洗手台的时候 你真的有好好的洗好洗满吗 Cleanline Hands Off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idea 它有洞察到人们在洗手台前 其实拿起肥皂通常是匆匆一摸 而不是抹肥皂 所以摸一下就准备冲水赶快闪人 其实这个肥皂很有意思 就是当你开始抹肥皂 其实就会开始启动里面的发爆装置 开始一闪一闪的闪光 当你发现说在闪光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应该要继续涂抹肥皂 然后你会发现说 这20秒怎么那么长 你只好好好的内外夹工大力外 涂好涂满 然后等到它不闪了 你就知道你可以冲水了 这么一来 你是不是可以把手洗得更干净 看完上面这几个idea 无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我们在发想创意的时候 不要一心想着 我要告诉消费者什么 或是我要教育他们什么 换个角度 像这些创意一样 你想想看 消费者现在生活的状态是什么 我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创意 去介入他们的生活 这样一来 我的创意或者是我的商品 比较有机会 直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取得一席之地 最近好像有蛮多国内外的创意 都在鼓励人们开始重视洗手 甚至教大家怎么样洗手 如果发现说 有些idea你觉得不错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就是今天的创意头条 我们下回见 今天也不会怕 的